笔电的散热膏要怎么换 今天因粉丝要求更换SST UF Gaming F15 2022 让我们用简单6部将CPU温度降低5.8度 轻松提升笔电运行效率 笔电散热膏更换升级教程 都在主页教学合集 也可在评论区提出你的型号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第一步,事前准备 笔电更换散热膏所需工具比较多 除了散热膏与清洁擦拭纸之外 有了拆解小工具可以让你示范功倍 若不想分别采购 可以在主页或评论区直接购买组合套装 第二步,拆机壳与电源 拆电脑前强烈建议先洗手 或是戴我们的手套防静电手环来消除静电 笔电背面朝上 用PH1型号螺丝刀 底盖上共有12颗螺丝 其中上方中间为2颗长螺丝 左下角为1颗短螺丝 右下角为1颗防托螺丝 其余均为中号螺丝 依次移除 防托螺丝拧即可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避免螺丝混淆或移湿 准备好三角翘片和翘棒 从机身右下角插入三角翘片 沿四周滑开 翘片插入后 上下翘洞 可以更容易打开底盖 打开底盖后 用翘棒将电源线拔除 将接口上方的金属卡扣向上推 用翘棒顶住接口两侧向外翘即可拔除 拔除电源后 记得按住电源键15秒进行放电 第三步 拆散热器与清除就散热膏 移除黑色防径电贴 拔除两侧散热风格 风扇的电源线 用PH型型号螺丝刀 移除两侧散热风扇上的五颗螺丝 左侧三颗右侧二颗 按照数字顺序 依次移除散热模组上的八颗螺丝 这边特别要注意选择品质好的螺丝刀 如Cooling Monster Combo 顶一 并且在拧螺丝时 螺丝刀垂直与水平面施加压力 以避免螺丝滑丝 移除右侧风扇下方的屏幕排线 双手抬起散热器两侧缓慢施力 即可卸下散热器 移除风扇 为了更有效率清理就导热膏 我们推荐使用Cooling Monster Clean 01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若怕弄脏手 可以戴上我们套装附赠的一次性手套 这里可以看到 经过长年累计的使用 散热膏已经变干 散热效果也有所下降 需要及时更换散热膏 再将散热器上残留的散热膏擦干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步,清理风扇灰尘 我们使用防静电刷和压缩空气进行清理工作 使用防静电刷,清理扇液和散热模组上的灰尘 使用压缩空气记得要隔一小段距离,以避免液体喷出 使用压缩空气能清理细节,显著提升清灰效率 上述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别忘了清理被摆上的灰尘 第五步,涂抹散热膏 这里我们使用了,Cooling Monster Code,01高性能散热膏 散热膏过多过少都不好,适量挤一点即可 也可以直接使用单点式涂法进行涂抹 涂抹散热膏时,需要将刮刀用力下压抹平 上面也放入空气瓶把眼镜的清理 再保持热膏的脖子 再保持热膏红 bout的重置 再保持热膏的颜色 再保持热膏隔� 再保持热膏 第六步,装机 接下来按照原路依序装回 放回风扇 轻轻放回散热模组 先按照数字顺序依次将散热模组的螺丝拧至七分紧 等全部锁上后再拧紧避免过多硬力 锁紧两侧散热风扇的螺丝 插回屏幕拍线 插回两侧风扇排线 最后将电源线插回主板 贴回黑色贴纸 按下电源键开机检验正常 盖回笔垫后盖 扣牢卡扣 引回后盖上的全部螺丝就大功告成了 关注我告诉我你的笔电型号 我来帮你让它重获新生